晶片供不应求已经困扰全球各产业一年多 各大晶圆代工厂满载 涨价潮一波接一波 不过摩根试单力证券最新报告指出 半导体需求恐被高估 晶圆双雄台积电联电最快第四季面临砍单 供给以目前来看是好像还是不够 不够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是overbooking的订单 那这些overbooking的订单呢 到现在没有人敢砍单 可能到明年的第一季或第二季 或许demand supply就基本上翻转了 涨价涨超过的 涨得太开凶了 我想他们的价格会大幅的修正 外媒报导世界第四大晶圆代工厂革新 今年将车用晶片产量提高至少一倍 还计划投资60亿美元来扩大整体产能 高盛证券表示台积电原本规划 三年1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但成熟制程和先进制程需求强劲 加上美国厂可能增加支出 预期台积电上修支出计划 总额上看1080亿美元 大家拼命的建厂嘛 就是看你盖的厂的产能 将来是不是需求有那么大 那以台积电来看的话 台积电因为以先进制程比较多 以目前的状况去全球为二的选择 因为台积电和三星 另外一个它是扩充这个 比如说28奈米 40奈米 这些基本上它这个扩充 应该都是跟客户区的共识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发布最新报告 估计从2020年到2022年 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 将罕见连三年创新高 到2022年总规模将近千亿美元 法人分析指出 设备投资是反映景气发展重要风向球 Semi预估晶圆厂设备支出一路创高 意味着整体半导体景气 仍处于扩张期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元亭 台湾台北报导 热情报导体 热情报导体 市里买